甘性施症案例 3月3日开始按摩拔罐治疗 直至22日病情加剧 随即停止治疗 4月8日 中医皮肤科确诊为肝性施症 采用内服中药和盟药及外用药膏的方式治疗 三天调整一次药方 病情稍有改善 也比较不痒了 但是到了5月9日 皮选又再度恶化 过去几个月的煎熬 养到皮肉都被指甲抓破了 养到无法安眠 严重时只能睡两三个钟头 心脏感觉不适 心情烦躁痛苦到极点 朋友介绍我 看原始点光碟 感觉有一线希望 决定再寻活路 咨询过原始点工艺中心后 于5月16日开始接受调理 调理细节 按推后用红豆袋 暖贴或电热糖温敷 有机姜片50克熬煮姜汤 外加姜碗30克 红参粉50克 姜水清洗全身 换处用浓姜汤擦拭 逐渐加强运动 爬楼梯18楼每天5次 跑步5公里左右 蹲起等 调理过程 5月16日 初次按推上背部 头部 颜椎 及肩部原始点 都有痛点 特别是肩部原始点 酸痛麻 按推完后 没有出现痒的症状 可以入睡了 按推前后 接温敷 5月22日起 皮选处开始出现 调理反应 腿锅窝 腹部 及脖子 头发根等处 破皮流出血水 手指干裂 幸亏志工已先告知 身体修复时 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 所以我才能 用良好心态去面对 5月30日 开始用浓姜汤 按擦换处 再吹干 如此来回三次 出水现象 基本缓解 脂工进行深度按推 痒的症状消失 补充姜丸 参粉 姜汤 同时加强运动量 症状大有改善 2021年5月24日处理前 6月27日处理后 右手食指开裂 已有两三年 皮肤增厚变硬 手指变粗且痒 右手小拇指 左手大拇指 中指 无明指 都出现过 开裂出血 及发痒等情况 治工特别加强 换处手指的按推 并要我补充 身份 及有机姜丸 到了6月7日 手指开裂处 已全部愈合 右手食指 恢复正常粗细 皮肤变薄软 左手大拇指干选 也明显修复 5月21日 6月2日 6月3日 6月7日 6月9日 体力充沛 能够爬18层楼 三次 跑步5公里 皮肤明显好转 没再有破皮结痂现象 到了6月27日 基本上已恢复了 经过三个月的调理 湿疹基本都没有了 换处皮肤 也都恢复正常 感恩张医师 无私大爱 感谢原始点医学 让我重生 感恩所有 治工的心情付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